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因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我陪闺蜜去省儿宝做产检 却意外碰见了我的丈夫宋岳 她本该在义乌检查我们的仓库货物储存的情况 为即将到来的开学祭做准备 可此时此刻 她却出现在妇产科的专家室门口 手上还不伦不类拎着个女人的胯包 闺蜜的耗子排在183位 我们和她中间隔了七个人 她没看到我们 闺蜜瞬间攥紧了我的手指 小心翼翼地看我的神色 安安 宋岳这是陪谁产检呢 要不要我们直接上去 抓她个措手不及 我摇头 制止闺蜜要跑到宋岳跟前求证的举动 心内没悲喜 反而有一丝解脱的畅快 其实我早就怀疑她外面有人了 只是一直没见到那女人 不肯相信罢了 那现在闺蜜脸色难看 替我咬牙切齿 总不能你陪她白手起家 让小三坐收渔翁之力吧 狗东西 自己出轨还吊着你 什么现在官宣你俩 已经领证会影响你们的生活都是屁话 她就是想打造单身富豪人设 骗女人感情 安安你别犯傻 趁今天抓住石锤 咱们和这王八蛋彻底断了吧 我轻轻嗡了一声 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宋岳回头 看到我们时的诧异 她愉悦的神色显而易见地僵直发白 嘴唇张了张 貌似在想怎么过来和我解释 我没理她 只是抚着闺蜜地被替她顺气 这是我自己解决 你不要气到自己 很早之前 大概一年多了 有一个念头一直纠缠着我 让我在家独处时 时常陷入情绪低落 频繁崩溃大哭 我怀疑宋岳和我领证后一直不官宣我们结婚的消息 是因为她心里有人 但因为我们既是生活中的伴侣 又是一起创业白手起家的伙伴 五年时间 吃住生活 几乎连体鹰一样形影不离 所以我不相信 她还有精力在我眼皮底下跟其他女人出轨 现在 我被石锤打脸了 宋岳的确可以做到严格的时间管理 这不 那个野花还可能怀了孕 我将目光投向别处 不去看宋岳越发苍白的脸色 宋岳像是下定了决心 放下女人的包 匆匆朝我走来 安安 你别误会 我笑了笑 平静道 陪女人做产检有什么 我知道 你肯定是官爱下属 或者 又是你的好兄弟 让你帮她擦屁股 我也是两三个月前 才知道公司半年前新招来的商务部经理曾岳 是宋岳大学时的班花 也是她迟迟难以放下的前女友 宋岳瞒着这层关系 她以为我这半年在家休养腰椎 对公司事务放手 就完全不知道她在公司的动向 但她不知道 我在公司也有合格的线人 我的线人小弟弟叫江城 小弟弟为了感谢我当初面试摄影团队时 没有卡她大学一夜的学历 慧眼时英雄为她在公司提供喜欢的摄影师岗位 她在观察到宋岳和曾岳的行为过于亲密后 特地把曾岳和宋岳的关系打听清楚了告诉我 为了佐证自己说的内容真实 江城还拍了很多宋岳和曾岳两人日常交往时 明显越界的照片给我做提醒 有宋岳午休时特地等曾岳一起吃饭的画面 有他们饭后进了同一个小小的午休式的镜头 还有下班后天下暴雨 宋岳搂着曾岳为曾岳撑伞的一幕 在这些画面里 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宋岳 她对曾岳笑得很温柔 那是我不曾得到的待遇 刚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我全身的血液冲到头顶 我想找宋岳对质 我想让她告诉我 一切都只是江城的摆拍 她和曾岳是无辜的 但随着江城后期的照片越来越清晰隐私 我的理智回归 告诉我必须得冷静下来 我谢安安 从不做人才两师的莽撞决定 安安 你真的是误会了 宋岳的神色顿了顿 似乎没料到 我的态度这么令人琢磨不定 她挤出笑容 伸手想摸我的头发 这是 我们回家说好不好 我偏过头 避开了她的安抚 宋岳 曾岳已经出来了 你先解决完她的事 再来找我吧 我扶着闺蜜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医院的走廊上 人来人往 到处是眉眼带着笑意 陪着产妇做检查的男人或老人 唯有我们这一块 气氛很诡异 令人窒息的僵持和凝制 宋岳是个极为好面子的人 她只能接受别人对她的仰视 无法接受别人对她的异样打量和揣测 我抗拒听她解释的举动 让她兴兴 她勉强霸了手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将刚出诊室的曾岳拉走 曾岳被拉得一个亮呛 仓促间回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复杂 我朝她扬了扬唇 内心毫无波澜 闺蜜气死了 胸膛极具起伏 指甲扣在我的手腕上 把我疼得说不出话 咋回事啊 安安你还真的愿意跟那女人共事一幅 那个小婊子 她凭什么 你和宋岳现在的千万身家 都是你们俩一起挣下的 别人一个子都不能拿走 我明白 炎炎是气不过 心疼我 她知道我当时从老家稳定的事业编教师岗位退下来 拿着自己省吃俭用的十万块钱 陪着宋岳进了玩具盲盒 从摆地摊开始创业 三四年时间 淘宝店和天猫店是做起来了 营业额也做到了行业的这前三 但身子熬垮了 一身的病痛 她怕我因为宋岳出轨的事情 什么都得不到 但她不知道 我早就想过了这个问题 也有了应对的措施 我只是 没想到现实揭开得那么快 令我的计划 猝不及防被提前罢了 炎炎还想说什么 我摸了摸她的肚子 虚 我们不要说这些给宝宝听到呢 现在你最大 我们先缠剪 炎炎拗不过我 又是真担心肚子里的宝宝 被她的情绪波动 紧咬着下唇 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心平气和地带她做下面的项目 缠剪顺利结束 我送炎炎回去 下车的时候 她不放心地抓住我的手 安安 你晚上不要回去了 我担心宋岳这王八蛋 会对你动手 我笑笑 她不敢 宋岳不敢动手 她只敢拖着我 用自以为最好的方式 保持我和她的白月光之间 可笑的平衡 不过为了让炎炎不要太担心 我补充道 晚上她如果回来 我们直接快刀斩乱麻 让她把自己的东西都拿走 做好财产分割后离婚 如果她不敢回来 我也会明天让人把她的东西都弄出去 让她滚出我家 再做离婚事项 安安 你这次真的下定决心了 炎炎有些诧异 我看着车前方昏黄的路灯 慢慢道炎炎 我怕脏 其实宋岳在我之前 有多少个前任无所谓 那毕竟是她不可磨灭的过去 我改变不了 也不想去改变 我在乎的是她的现在和未来 她已经和我结婚了 却还要和过去牵连不清 我已经没有气力 再和宋岳花下一个五年纠缠 等她收心做人 我现在觉得 宋岳如果能放了我 我其实愿意谢谢她 炎炎吸了吸鼻子哽咽 把我死死抱住 你想清楚就好 这样的渣男让她滚吧 对了 我让我堂弟送你回去 她学过散打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你多带个保护你的人 我心里安丹 我心说完全没必要 炎炎却直接把人叫了下来 看着穿着黑色的运动衫 满头是汗的闺蜜堂弟 我正愣了一下 摇下了车窗 江城 怎么是你 呃 安安姐 江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看向我身侧的闺蜜 小声道 姐 你要我送的朋友 就是我们老板呢 炎炎视线在我们俩之间摇了摇 突然恍然大悟 认识啊 认识就好 程程 你必须得互助安安 晚上完成任务再回来 我说 那个 我觉得其实没多大必要 而且天色那么晚了 她明天还要上班呢 安安你不让她去 那就我带着小宝贝陪你去了 闺蜜摸着肚子 一本正经看着我 我最终还是做了妥协 带上了江城 江城在护送炎炎到楼上后 飞快地跑下楼 钻到我车副驾驶上落座 气势一改刚才的奶萌样 素着脸问我 安安姐 咱们晚上是要痛打出轨渣男吗 我舔了下唇 发动车子 不用动手 反正你先陪我回去一趟 坐一会就回去 打开门 出乎意料 客厅灯火通明 宋月和曾月坐在沙发的两边 中间坐了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 他们三人看到我 齐刷刷站了起来 其中以宋月最为急切 他快步朝我走过来 想拉我的手 却被我冷淡闪开 手尴尬地在半空置了一瞬 又兴兴放下 安安 我来介绍下 这人是曾月的未婚夫 也是我的朋友陈明 我说了今天被你误会的事 他内疚自责地坐飞机赶过来解释 宋月焦急地跟我解释 我木然地将一次性拖鞋递给江城 完全无视宋月 进来陪我坐会儿 我们收拾东西就走 我其实心里有点郁闷 没想到宋月有勇气晚上杀回来 他的出现 打断了我修整十多心情的计划 为了不让他彻底影响到我的休息 晚上只能我搬出去住酒店 安安 宋月脸色难看 眼神一点点沉下来 他用力攥住我的手腕 失控扳吼我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信我 我根本没有做出格的事情 我是爱你的 我静默了一瞬 很浅地恩了一声 比演技 我比不过开了两期网红训练营 交签约姑娘们做人设的宋月 人前 他可以旁若无人地爆发情绪 演绎还在痴情爱我的戏码 但我不行 此刻我倦怠疲乏 完全不想接宋月的话茬 他的爱还没有一张松软的席梦思舒服 宋月失神地看着我 眸光突然转到我身旁寂静无声的江城身上 是你 我记得你是公司的摄影师 叫什么来着 哦 江城是吧 你怎么会跟安安一起回来 你和他 宋月狐疑的态度 好像已经抓到了 我和江城坚情的证据 江城捧着俊脸 求助的目光投向我 那眼神好像在说 姐 我可以照着这个贼喊捉贼的混蛋脸上来一拳吗 瞧着小弟弟手背上青筋暴露的模样 我扑齿笑出声 忍不下去了 行了 宋月 今晚要么你带着你的人走 要么我带着我的人走 咱们的事明天解决 不用找外援 宋月抿了抿唇 脸色有些苍白 愤怒地指着江城的鼻尖 手指像是直接戳到江城脸上 你是真的铁了心要和我分手 为了和这个小白脸在一起 我说不是 你们也会掀下守围墙 给我捏造这个事实不是吗 我将江城拉到自己身后护住 冷冷地 看向宋月身后静默不语的曾月 关了录音吧 曾月 你想要的男人 我可以给你 只要他同意用公司来换 他如果不同意 那我就没办法了 虽然脏了 但是让你得不到 我会很开心 说完这些话 我松开江城 双手还在胸前 很平静地对上宋月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慌乱的情绪很快被镇定掩盖 他敏唇道 安安 你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在家好好休息吧 我先送陈明他们走 宋月的主动退却 令我无趣地撇了撇嘴 我本来期待跟他的对峙 希望他能歇斯底里地跟我争吵 然后我在宋月情绪最激动的时候 将证据甩到他脸上 但宋月此刻选择了退却 我沉默着让出道 等三人走后 将门反锁 江城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姐 她们走了 那我也走吧 留在这不避嫌 刚才那女人是在给咱们录衣了吗 我淡淡点头 解开了衬衣最上面的钮扣 朝江城走去 江城的脸轰然变红 身子朝后退了一步 紧张地靠在墙上 安 安安姐 她声音阴雅 浅虎珀色的漂亮眸子里 分明有着期待的情绪 想到不久前收到的那份邮件 我心下浮起丝丝冷意 故意面上带笑 点脚 凑在江城耳边轻轻道 不只是录音呢 弟弟 要不要陪姐姐演一场戏 陪我演艺出假装上当的戏 好不好 江城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漂亮的下河线绷着 演戏 嗯 我借位将手搭在江城脖子上 假装出暧昧 故意道 其实我是怀疑宋月在屋子里装了监控 宋月以为瞒得住我 但我是天生的强迫症 屋里的摆设有一丝不对 我都能第一时间察觉到 刚才进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再者 宋月刚才和曾月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我 他既然想抓我出轨的证据 那我就给他证据 先让他开心开心 可是姐姐 如果只是演的话 很快会被人拆穿的 江城说吧 突然缓住了我的腰 宽厚炙热的手掌 从我的背脊顺眼往下 落在我的腰窝处 我将住 还没反应过来 江城的手又一用力 直接将我一拉 我整个人跌入他怀里 江城 虚 姐姐 你要么再借位亲亲我 这样我们 就可以如愿气到渣男了 江城朝我笑了笑 眨了眨漂亮的毛子 表情单纯无辜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几乎是笃定邮件里说的 江城是宋月刻意留在我身边的间谍 宋月每个月给他打钱 让他来引诱我 好了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你先松开 我洋装镇定地将手撑在江城胸膛 稍一用力 江城却深吸一口气 缓住我的手紧了紧 耳阔发红地告诉我 安安姐 破镜重圆 其实就是重蹈覆辙 宋月他配不上你 我猝了眉 低声警告 松开 我知道宋月配不上我 但这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 特别是江城 明明 他只是个间谍身份 利用我对他的信任 在宋月那获取利益 我和他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 但现在 请你松开我 我不舒服 我带了愤怒的情绪 警告江城 江城松开我 安安姐 其实我 他又欠就 又无措地看着我 耳朵微微发红 声音低落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只是 不想你难过 我晃了下心神 心说 连认识不到一年的小弟弟 都知道 假装心疼我 可我爱了四五年的那个男人 此刻却光明正大地陪着他的旧情人 彻底将我甩到脑后 疲惫无力的感觉突然从心底涌出 我抬眸 淡淡地看着江城 我有些累了 你要么现在就回去吧 有时我会找物业 江城听到我这么说 抬起头认真的看着我 可是我担心宋月会去而复返 如果他要对你做什么 我没法第一时间保护到你 安安姐 我只有确保你处于安全的状态 我才会走 我没事 我很好 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待着 我认真到 此刻的我 比谁都需要独处 我难以释怀 无法接受自己的信任这么卑贱 被人一次次践踏 第一次是宋月 第二次是江城 而且江城还是我最好闺蜜家的弟弟 我都不知道 盐盐知道这件事 情绪会变得怎么样 姐姐 让我留下来陪你吧 我真的不会再冒犯你了 江城轻轻地扶住我颤抖的双肩 语气轻轻地 带着一丝小心谨慎 你 真是令人无力地固执 就这么想要帮助宋月 搞垮我吗 我心下叹气 不依不饶将他推到门外 明天还要上班 今天谢谢你 我关上门 想到明天到公司 还要面对宋月 心下沉重 门外 传来江城的声音 安安姐 我就在外面陪你 你安心休息 好吗 这臭小子 是真的不达目的不罢休 慢悠悠洗漱完 我打开冰箱 拿出了一份素食的馄饨 大概是在医院待了一天 太饿了 我数也没数 直接将整包的馄饨 往沸水里倒 砰砰砰砰 几分钟后 白胖的小馄饨 吃饱了汤汁 一个个从锅底飘上来 浮满一层 变成了一口吞不下的大馄饨 我数了数 十二个 这么大的馄饨 我一个人吃四五个差不多 再吃药撑 想到外面可能还有个人 我心下动了动 放轻脚步走到门口 一开猫眼的罩子 江城竟然真的还在 不知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动静 江城在我敲咪咪点脚 窥视猫眼的时候 头朝我的方向转了过来 我缩了手 恰逢炎炎发信息 问我俩人情况 我咬牙 按道江城这臭小子 辜负了我的信任不够 还欺骗了炎炎 越想越生气 必须得给她一个教训 我故意开门 让江城进来 安安姐 江城诧异看向我 我刻意冷淡地咳了一声 我煮了馄饨 你吃完再赐我休息 有事没事都别打搅我 话落 我不等江城回应 就回到饭桌边 端起了自己的碗 江城安静地应了一声 换上鞋 慢慢地坐在了我的对面 我目不斜视 吃着碗里的 暗地里流心江城的下一步动作 江城一言不发 细嚼慢咽 把几口馄饨 吃出了享用法式大餐的感觉 怎么样 味道还行吗 我故意问 江城抬眼看我 声音带了点阴雅委屈 安姐姐 你不是生我气吗 她的表情太委屈了 令我都差点有愧疚 我沉默半傻 才稳住心神道 我知道你和你姐姐都是为我好 怕我受伤害 但我已经是个笨三的成年女人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也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我希望你们能信任我 让我自己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情 其他人只要陪着我即可 不需要教我做事 更不要打着关心我的名义 做背叛我的事 给我时间 我能够走出来 我说江城恩了一声 解释 我只是怕你难过 安安姐 无论你将来跟谁在一起 你都要记住 你值得这世上最好的对待 我望着江城 他的眸光温温柔柔地 让人险些腻进去 我抽回神 故意开玩笑道 你不会喜欢我吧 江城神色顿了顿 嘴微微张着 眸光晦暗 让人看不懂情绪 我笑着接过这个话题 已婚老姐姐 就不参与这些情爱了 江城没说话 只是安静吃着馄饨 一顿饭在煎末结束 我起身收拾碗筷 收到江城那边时 他按住我的手 将我手中的碗筷接过去 起身 安姐姐 我也是个成年人 不需要别人教我做事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感谢你的招待 我来洗碗 我抿了抿唇 视线落在江城的脸上 想看出小弟弟真实的情绪 揣测他到底是拿了颂月多少 要在我这么一个古板无趣的老姐姐上花费时间 江城神色很平静 让人捉摸不透 我撒了手 扯了扯嘴角 辛苦你了 回到卧室 我瘫在床上 烦躁地扯了扯头发 打开了手机的监控软件 说来好笑 屋内的监控设备 本来是为了替我和颂月看家 防止室外有陌生人潜入 行不轨之事 现在却被我拿来查颂月的不轨行为 我寻着软件云盘里保存下来的影像资料 发现了颂月在我们主卧还有玄关 卫生间和客厅处的三处监控 这几处的监控 安得很仓促 卫生间的那个甚至还没接上电源 我知道宋月其实对我会不会出轨 根本心知肚明 这么安插 不过是想未来的某一天能派上用场 抓到我的出轨实锤 将我踢出局罢了 刚才我和江城送宋月的礼物 不知道会不会让她和曾月失望 毕竟我和江城只是浅浅抱了一下 后来再无月界的行为 不过我相信以宋月的手段 她晚上一定会指示江城做点什么 这样第二天面对我的离婚要求 才能稳住局面 我这就给他们一个机会 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 江城不在屋内 桌上整齐摆放着我喜欢的小笼包豆奶 还有煎鸡蛋 餐盘下压着一张纸条 安安姐 先喝豆奶 再吃小笼包哈 吃完站一会儿 再睡会回笼教 关心得这么细致 如果是发自真心 就好了 我脸下眸子 常态地发微信 问江城在哪 江江江 上班呀姐姐 不满情可要被扣工资呢 还记得上班 觉悟很高 江江江 嘿嘿 姐姐夸我 有奖励吗 我笑了笑 换了家粗的字体回她 没 有 惊吓倒是准备了一个 待会儿见 吃完早饭 我给法务部的律师打了个电话 约她到公司碰头 宋月与我创业初期 曾立下一个协议 谁先出轨 谁就放弃公司 未来三年 只能拿到公司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年期满 公司将变更剔除那人股东身份 公司未来与那人毫无关系 这个规矩 是宋月在我们挣到第一个二十万块钱 准备一起投入开淘宝店时定下的规则 她有信心 能在两三年内 把我们的店铺做成自由品牌 甚至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和生产厂家 为了制约和平衡我们之间的关系 让两人心无旁骛做事业和迈入婚姻 她亲自制定了这个规则 可现在 也是她亲自打破了这个规则 她不满足和我的二人适时婚姻 要拉着前女友和我们三人行 宋月太过骄傲 她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做好了两手坚固 可以悄无声息地享受其人之福 但她不知道 我在她身上投注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经历和爱 都不是无常的 我忍耐到了现在 不过是想 在最合适的时候 一刀插到她的心窝 将她从天堂扯到地狱 让她看看 离了我 她什么都不是 现在 时机已经到来 下午有投资商来公司视察 做C轮投资前的考察 宋月为了公司能上市 筹备了两年 我要在她梦想最想要达成的时刻 让她不得不做个选择 和律师合计完 我给宋月发去个最终通知 约她十点 前来公司解决问题 她如果不来 那就下午的投资会议上见 宋月几乎是在我联系她的下一秒 即刻给我打了电话 安安 你不要闹脾气 真的这么做 吃亏的是你 没有人喜欢这么强势的女人 你这样不止 会让我们的关系陷入僵局 也会让投资我们的股东们产生怀疑 觉得我们公司不稳定 你难道想要我们多年的心血都打水漂 最后一句话 宋月几乎气急败坏 我失笑 语气很平静地反问她 宋月 是我搞大了小三的肚子 还是我背叛了感情 你不会这时候耍赖 不敢履行约定吧 宋月恼怒 我又没有出轨 当时我们也只是口头协议 我凭什么要被你几句话弄出局 倒是你 早就和那个小白脸在一起了 不要脸 我轻笑 你有证据的话 你放证据 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欢迎实锤 只要有我绿了你的证据 这个公司我半毛钱不要 自己走人 你来真的 宋月呼吸急促了下 是 同样的 如果我有证据证明 你和曾月早就在一起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你今天收拾东西滚蛋 别再跟我纠缠 我玩得起这么大的 宋月你敢不敢 十点钟 爱来不来 宋月沉默了一瞬 我没等她说话 直接挂了电话 回到久违的公司 老员工们望见我都很欣喜 特别是人事主管 看见我后亲热迎了上来 谢总 您总算来了 我问她怎么了 她弩弩嘴贴向曾月 翻了个白眼 曾经理以自己怀孕为由 特地申请单独办公室 可咱们这没有多余的办公室 给她 她不高兴 给她安排到宋总办公室好了 什么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宋家的独苗 宋总会很乐意照顾她 公司办公的地点虽然大 但我的声音并没刻意降低 员工们哗然 打量曾月时 目光露出鄙夷 曾月身子一僵 咬唇仗红了脸 摆出一副被我职场欺压 狠了的小白花模样 嘴里却说不出一句 对我的反驳 我吃笑 心说曾月倒是很想 让大家知晓 她怀了隆重 即将要上位的事 但我怎么可能 让她顺利如愿 我淡淡进了总裁办公室 宋月来的时候 特意将曾月叫了进来 她一改刚才的怯懦愤怒 装模作样地拿着个济世的AD 一步一驱跟在宋月身后 刻意压着唇角的上扬 颇有点春风得意的意味 法务提醒 接下来处理的事情 是杨总和宋总的私事 不需要外人在场 宋月颇为厌弃 朝我看了一眼 曾月现在是我的执行秘书 她有权在场辅佐我做会议记录 我微笑 无所未到 没事 她要记就记 毕竟肚子里怀着宋家的太子 今天的事情 也算是跟他们未来相关 宋月运怒 谢安安 你说来说去 就只会拿易造的事实来伤人 凭空污蔑人是要坐牢的 我看了一眼宋月 你确定要我在这 拿出你们苟合的证据 有本事你拿 宋月摆出了 轻者自轻的姿态 我眯起了眼 赞不动声色 拿出来呀 有证据你就拿 拿不出来 就跟我和曾月道歉 再主动退出公司经营 我依旧会尊重你 作为我的好妻子 只要你安心在家 帮我守住后方 宋月又换了苦口婆心的语气 我没被宋月的语气激怒 只是被她坐享其人之福的设想恶心道 指尖轻点 手机迅速连上了会议室的投屏 点开了备注为 绿毛龟出轨实录的网盘 这个网盘里有我之前 之前从江城那得来的宋月出轨资料 连同曾月肚子里孩子的搭检测报告扫描件 若江城没有问题 里面的东西肯定还在 曾月已经有些神色慌乱 宋月却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 你打开 如你所愿 我点开网盘 果然 里面的东西备份都不见了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安安 你被人欺骗磨正了吧 宋月痴笑着迫近我 我镇定关了网盘 将手机捏在手心钻紧 东西落在家里 我记错了放的地方 哦 宋月嘴角笑容越来越大 那我给你时间 你去拿 既然说有实锤 你就锤死我 谢总 宋总这么好的男人 你都不能好好珍惜 什么绿毛龟的出轨 你有没有想过她的面子 曾月在一旁煽风点火 法务看着我 素着脸 神情有点一言难尽 谢总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我手机里的证据被人动过了 你们信吗 没人回我 我垂下眼睫 知道宋月他们以为自己 真的占领了高地 这就够了 我远也没想 宋月会因为 被我抓住了出轨的证据 就甘愿放弃公司股权 我要送她的礼物 其实是别的 我又打电话让江城进来 江城手机关机 联系不上 拆遣人事去找 人事却说 江城上午请了长假回老家 在我拼命镇定情绪 慌乱 让人寻找江城的过程中 曾月和宋月悠悠然坐在沙发上 好整四霞等着我出丑 许是担心 被我拖着影响下午的投资人接待会 宋月出声劝我 要么 安安你按照我说的 直接退出公司股份 我给你经济补偿 我从江城摆我一刀的失望错愕中回神 抬眸定定地看着宋月 经济补偿 给我五千万的话 我可以同意将手头股份转给你 宋月大概是没料到 我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 还敢漫天要嫁 他喝笑出声 谢安安 你多久没管过公司的事情了 你知道 现在公司的日盈利有多少 我冷笑出声 我当然知道 是你不知道 你直接将我们公司辛苦营收的钱 送到曾月名下的皮包广告公司 通过莫须有的广告渠道费流转出去 我已经掌握了你们俩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 这个 可比你们出轨的视频有趣多了 宋月正愣了一瞬 曾月捂着肚子站起来 谢安安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挑眉 朝他镇定一笑 知三当三 不要 拿我和宋月的婚内财产开公司当女老板 感觉是不是很爽 可惜的是 你们的违法交易记录 我已提交给了警察 有没有血口喷人 你们想好措辞和警察机关说吧 安安 你 他显然没搞清楚状况 错愕至极地看着我 我懒得搭理他 坐在法务身边 卖悠悠咨询 关于利用职务方便 盗用另一合伙人公章 捏造投资项目 将公司财产挪用给小三 资金数额巨大 要判几年的问题 法务回一句 宋月脸色白一分 完全失了分寸 忍无可忍 宋月抓住我的手 恳求道 安安 我们是夫妻 不要闹得这么难看好不好 那些钱是我给曾月 但说到底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我其实就是为了搭上他那边的人脉 给我们做一笔高收益的投资 因为你在家休养 我怕让你心累 这才直接拿了你的公章代为处理 我冷漠将手抽回 别跟我说夫妻 我们已经结束了 送你进去后 我就起诉离婚 糟了的男人不能要 宋月将我当成挣钱的工具 拿着我的积蓄创业 事业起步后 就心思飘摇 想拿着我们夫妻共同的钱 养着白月光 为了捉到我的把柄 还买了个小奶狗 要对我十美难计 要不是我一早就起了防备的心思 在江城主动搭上我的时候 同时找了私家侦探 介入调查他们三人 拿到了他们实质的利益输送罪证 兴许我还真的会栽在里面 但现在 这群诈子想辟吃 等待宋月和曾月的 将会是三年起步的牢狱之灾 虽然曾月怀孕了 也只能申请缓刑罢了 无法减免惩罚 之前拿了我的 除了男人 其他的我要他一五一十全部还给我 至于收钱办事 借着我的信任 跟宋月理应外合的江城 虽然被我反利用 将他拿来麻痹宋月 但是 我这辈子 不会再让他有机会出现在我面前 接下来 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老公生日那天 我躲在他实验室的窗帘后面 想给他一个惊喜 却看到老公和他的白月光一起进门 那个女人哭着扑倒在他怀里 他并没有拒绝 那一刻 我对他彻底失望了 我到达民政局的时候 看到马上就要成为我前夫的余染 和他的白月光金渺渺 在门口拉扯不清 呵 这一对狗男女当真情到农时 一刻也等不及了 我冷笑一声 三个人一起去民政局办事 也是人间少有的风景 走近了 我听到余染问金渺渺 你怎么来了 金渺渺立刻眼角泛红 一阵微风就迎风流泪 他瞪着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 饱含深情地看着余染 没有接话 他怎么接呢 总不能说自己是小三儿 眼瞅着喜欢的男人今天离婚 担心横生之节 所以来现场督导 但余染似乎并不想让金渺渺出现在这里 他推着金渺渺赶紧离开 怎么 担心我动手打了他的白月光吗 呵呵 我还嫌脏了我的手 是我叫他来的 我冷冷地说 轻蔑地看向余染 我担心余染这个耸包 又临阵掉链子 故意找金渺渺来压阵 第一次约余染来办手续 他说出差飞机晚点 一直耽误到民政局下班他才姗姗赶来 第二次约余染 他人到了现场 但是忘带身份证 第三次 他愣说自己得了肠胃炎 一直蹲在民政局的厕所不出来 他明明嘴上答应了要离婚 却迟迟拖着不肯办 我要是不把他的白月光金渺渺叫来 我担心这次他还得出状况 为了和他离婚 让他和小三儿终成眷属 我真是操碎了心 故意走在前面 我可不想看着余染和金渺渺 当着我的面牵手 拥抱 秀恩爱 倒也不是极度 是怕恶心得等下吃不下饭 闺蜜沈元还在酒吧等我 等着我回去 轰他三天三夜 庆祝我重获自由 我在脑子里清点了一遍包包里的证件 今天上午 我在家把证件掏出来检查再装进去 再掏出来检查再装进去 不下十遍 第十一遍时 看着户口本上余染两个字 才感觉心口竟隐隐作痛 不知道别的女人在发现丈夫劈腿时 是会瞬间忘记过去所有的温情 抖声恨意 还是像我一样 嘴里说着离婚 心里如同乱麻 不过还好 虽然内心翻江倒海 但硬汉的形象 我还是拗出来了 离婚 马上离婚 净身出户 慢慢 我有点头疼 要不今天还是算了 余染在身后叫我 我缓缓回头 冲她翻了个白眼 休想再耍幺蛾子 我看到金苗苗也在翻白眼 我们两个女人都觉得 余染这演技着实低劣 既然那么不想离婚 难道当初 有人把刀架在她脖子上 逼她去劈腿吗 别磨蹭了 我冷漠地说着 转身向前走 突然身后传来金苗苗紧张地叫喊 余染 余染 你怎么了 这又是做得什么腰 我回过头真的很想说 余染你别像个小孩子一样耍无赖 既然你不爱我 就不必费尽心力再赖在我身边 然而余染晕倒在地上 任由金苗苗怎么呼喊她 都没有回应 我的手心发凉 有点担心 过去一年 余染常说头疼 偶尔久坐站起时 也会头晕目眩 偶尔也晕倒过 但很快 自己就爬起来了 她科研压力大 总推说 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 我浑身发冷 有种不祥的预感 作为原配 我站在距离余染两三米的位置 看着小三儿扑在余染的身上 紧张地哭喊 我觉得这画面真讽刺 默默拿出手机 打了120 120来了 只允许家属上车陪同 金苗苗还想上前 被我一把拽下 毕竟手续还没办完 我还是她法律意义上的妻子 金苗苗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去了省医院 余染被推进了急救室 我在外面来回踱步 竟说不上希望她有事还是没事 等了半晌 医生出来通知我 余染的脑袋里长了肿瘤 轰 是天塌下来的感觉吗 倒也不全是 顶多就是天降八十一道烈雷 我以为会劈中狗男女 没想到却劈到我自己 毕竟昏没离成 负心汉变成脱油瓶 成了我回归自由 自我放飞路上的绊脚石 我看着躺在床上 身上插满了管子的鱼染 叹了口气 明明劈腿的人是她 但她却躺在床上 等我来收拾这烂摊子 沈元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刻来医院 见了我就嚷嚷 手续办完了吗 我给她晃了晃包里的红本本 还没来得及换成绿本本 这么个破烂玩意儿 怎么还在手里没处理出去 沈元说话向来口无遮拦 我向她投去求助的目光 快闭嘴吧 我已经够心烦意乱了 别光瞎嗲嗲 也不解决问题 沈元看出了我的嫌弃 掏出手机 我帮你问问度娘 夫妻双方一方昏迷不醒 怎么可以快速离婚 我真想拿个胶布把沈元的嘴巴贴上 来往的护士和患者纷纷侧目看我 仿佛我是个要抛弃患难丈夫的坏女人 于染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一直没有醒来 她被留在ICU里观察 ICU的费用乱七八糟加起来 一天一万 于染一住就是一个月 再不醒过来 她就要花光我们的家底了 难道她对净身出户耿耿于怀 所以潜意识里换了个方式 从我口袋里掏钱 沈元说 直接放弃治疗吧 这种背信弃义的男人 根本就不值得人道主义同情和救援 况且还是个无底洞 你把人送给白月光吧 让那个女人过来翻身喂水 按摩伺候 余染昏迷这半个月 吉淼淼来过两次 每次来了就坐在床边哭 什么忙都帮不上 还哭得人心烦 我猜鱼染劈腿的那一晚 吉淼淼也是这么哭的 吉淼淼的气质如若柳浮风 一双桃花眼眨着眨着 扑速速就能流下泪来 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假装忘记了 一整天都没有提 下午趁她上课的时候溜进她的实验室 我本意是躲在窗帘的后面 给她一个惊喜 然后带她去我的酒吧庆祝 可是她却掀我一步 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等了许久 她才回来 跟着她一起 进门的还有金淼淼 金淼淼一进来就夸她 先是夸她的实验室 又大又好 不愧是最年轻的教授 书柜里还摆着奖杯 还有航天模型 然后语气一转 哀叹起来 似乎等着于染问她过得怎么样 于染上套了 刚问完 金淼淼的眼泪扑速速 就掉了下来 她说 我刚离婚 仿佛在说 我自由了 来呀 来追我呀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果然 她接着说 你当年为什么离开我 金淼淼边说边靠近于染 然后扑进了于染的怀里 莺莺哭了起来 边哭边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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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染并没有推开她 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说 当初是你先放弃的 金淼淼哭得我轻筋直跳 还好于染匆匆带着金淼淼走了 我不知道那晚后来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于染有没有回家 反正我是没有回家 大概是因为害怕独自一人面对她的彻夜未归 那天晚上 我和沈元在酒吧吃完了一整个蛋糕 蛋糕是我亲手做的 上面讽刺地写着余声漫漫 不离不弃 我第一次正式见于染 是在我们家客厅 那是早晨九点 太阳光斜斜地洒在地板上 我在酒吧工作了一宿 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只想回家好好补一觉 刚进家门 老陈就讽刺地说 你还知道回来 我当然知道回家 我不回家去哪里 酒吧的沙发 当然没有家里的床舒服 我懒得答话 你能不能找个正经工作 老陈生气的时候 连肚子都跟着颤 我冷笑一声 什么工作正经 难不成像你一样 老子调酒天下第一 酒吧生意好到爆炸 老板天天给我涨工资 难不成像你一样 一辈子默默无闻 还妻离子散 更狠的话 我还没说出来 老陈重重地 把书摔在茶几上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父亲 我清神 你眼里难道 有我这个闺女 看向老陈的时候 发现他身边 还有一个俊俏的青年 手里还拿着一摞论文 咦 有点面熟 好像是酒吧的常客 我困惑了一秒 漫不经心收回视线 头也不回走向卧室 把自己扔在床上 我挺看不起老陈的 老陈的眼里只有科研 只有教学 只有学生 老陈钻研的领域是半导体芯片 他的宏图伟制是为科研事业奋斗终身 挥洒青春和热血 希望把自己的身躯 化为国家科技成长的台阶 是要上天揽月 可惜老陈只是个普通人 空有他是狠干的作风 缺少灵气 如果说成功是99%的汗水 和1%的灵气 那老陈缺的就是那1%的灵气 他心里明白 可是他并不认命 他想逆天改命 他要证明他自己 他的一生不是在做实验 就是在教学 直到他发现 他的学生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帮他突破了十年来的科研瓶颈 他才不得不承认 人的天赋 是有差异的 于是他的学生 也就是坐在他旁边的天才青年 成为他的心头号 老陈满心教导俊俏青年 希望倾受一生才艺 让俊俏青年能研习他的科研 老陈说天才是被命运选中的人 使命就是推动科技进步 我觉得老陈像个神棍 一派胡言 我偏偏不让老陈如愿 我偏要把老陈最得意的学生拉下水 变成像我一样不学无术 吊儿郎当 混日子的学渣 我要伤透老陈的心 于是我刻意接近天才青年 那段时间 于然有些违靡 因为自从他上了老陈的贼船 同意留校独博 继续导师的科研 他的白月光金渺渺 就投也不回地离开了他 所以我猜他常来酒吧 是为了买醉 至于一段失忆感情的最好方法是 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若是论先来后到 可能我才是三个人当中 后来居上的那一个 而且还心怀叵测 我带于染逛遍了北京有名的酒吧 夜夜买醉 我发现于染不胜酒力 于是趁他微醺之时 我故意撩拨他 我说雪海无涯回头是岸 科研苦闷不如寻欢作乐 我跨坐在他的腿上 在他的耳边轻轻喝气 他的脸迅速红了起来 眼神迷离 嘴唇清起 半疑问 半期盼 你确定 明明意味紧张腿在微微站立 却又拼命克制 我俯身 欲稳未稳 距离近到 眼睛无法对焦 鼻尖碰到他的鼻尖 似有一层薄薄的汗珠 然后我的后脑勺被扣上一只手掌 轻轻用力 我被吻上了他软软的唇 从此我总是牵着鱼染的手 和他出双入对 无论我说什么 他都说好 老陈气歪了鼻子 跺着脚骂 不准你带坏他 老陈怕他的天才学生被我带到沟里 毕竟一路学渣 已挂科出名 大学一夜的我 是老陈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老陈越气 我越开心 我拉着鱼染 摔门而出 就像儿时的记忆 老陈总是留下我和我妈 一头钻进实验室 为了彻底拉鱼染下水 我夜夜带他去我工作的酒吧 可是鱼染真是一朵出于泥而不染的小莲花 竟然能在酒吧写论文 虽然我们是青吧 但一到晚上也是灯红酒绿 充满人间烟火 他竟然可以充耳不闻 最新学术 其实我挺敬佩他 他一个人坐在角落 我忙的时候 他就看论文写笔记 若我得空 他就陪我聊天 看起来丝丝纹纹 但是偶尔遇到别的轻挑的小男生 他又立刻跳到我身边 懒过我的肩膀 示意此花有主 休要惦记 我撩拨鱼染的本意 只是响弃老陈 没想到鱼染挺上心 有一天问我 要不要开一个自己的酒吧 我一直想开一个自己的酒吧 只是我很懒 我并没有老陈万分之一的勤奋力质 我只会调酒 不善于选址 装修 经营 我只喜欢躲在把台后和酒打交道 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所以开酒吧这事总是一拖再拖 直到鱼染把这一切都代劳了 他总是时刻站在我的前面 和房东交涉 和工头交涉 去跑各种手续 联系拓客的平台 我的工作完全没有变 还是静静地调酒 但我有了一家自己的酒吧 酒吧开业的那一天 我不带聊播的 真心点起脚 在他脸庞亲吻了一下 然后莫名自己红了脸 他笑意盈盈地 在酒吧门口挂上余生漫漫的招牌 从此鱼染 日日和我私混 为此老陈和他大吵一架 吵到老陈让他滚 老陈越生气 我越开心 一想到我要亲手毁掉老陈最得意的学生 毁掉老陈追了一辈子的科研梦 我都能笑出声来 至于于染的前程 那个时候的我 并不关心 于染从ICU病房转到普通病房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什么时候会苏醒 还不好说 我找到医生 希望医生能想想办法 毕竟我年纪这么轻 我才不想守活寡 而且还是为一个劈腿的男人 医生反问 半年前就提示过患者 如果不及时手术 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病 半年前 我一脸猛逼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 医生指着电脑屏幕说 最近一次CT是半年前 我的大脑一片轰鸣 半年前 于染半年前就知道自己得病了 医生看我像个木头愣在原地 大概觉得我连患者病情都不知道 真不是个合格的家属 转而半解释半安慰 患者情况比较复杂 手术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一直没决定好也有可能 但是 医生口气一转 再不手术 连百分之二十的机会也没有了 走出诊室 我还在震惊中 沈元却上蹿下跳 一阵激动 手术 立刻马上手术 最好手术失败 命丧手术台 只要他死了 保险公司就得给你赔六百万 我狐疑地看着沈元 什么六百万 年轻时 沈元做过各种奇怪的工作 其中一种是保险代理 以为工作自由 轻松粘入百万 结果发现 把亲戚朋友羊毛全部薅光 再也卖不出一单之后 才放弃了百万年新梦 我问他 你给他买保险了 沈元激动地打了两个响指 对 而且是那种 只要人死了 就赔钱的保险 我盯着沈元 作为亲闺蜜 我都拒绝被沈元薅羊毛 于染一个理工直男 怎么会有买保险这种头脑 难不成沈元为了充业绩背后 也和于染搞了一腿 沈漫漫 你别用打量小三的目光打量老子 老子是亲闺蜜 那你说怎么回事 沈元神色有所为难 想说又不想说 在我再三逼问下才小声道 是你家老陈去世的时候 于染主动找我要买的 我的眼皮不自主抽动 老陈的死 一直是我心头的一根刺儿 碰不得 更拔不得 只是稍微窥探一下 都是一片血迹 老陈是一个人猝死在实验室的 那时我正沉迷于新的酒吧 以及满脑子想着 怎么把于染从学霸变成学渣 两三天都没有见老陈 我也并不奇怪 反正老陈睡在实验室 也不是没有的事 直到于染去实验室才发现 老陈的尸体冰冷地躺在地上 老陈终于如他所愿 把整个的自己奉献给了科研 我一直觉得 是我 气死了老陈 如果我不那么任性 如果我多关心他一点 如果我放于染 每天都去实验室 那是不是老陈被发现时就还有一线生机 是我杀了老陈 以为报复了老陈 我会开心 可是我却难过得要死过去 想要自杀随老陈而去 也许在那个世界 我和老陈和妈可以重新团聚 是于染主持的后世 出殡 火化 灵骨灰河 他像个正儿八经的女婿 可是我松开了她的手 我告诉她 我并不爱她 我只是为了拖她下水 攻击老陈 于染把我的脑袋 按进她的肩窝 她说 我知道 我不知道 为什么那一刻 我感受到了一股电流 一股暖意 让我鼻酸眼红 让我百般难受 她的怀抱怎么可以那么温暖 就像老陈的怀抱 我以为她喜欢我 于染日日来看我 先去实验室 把老陈生前没跑完的数据跑完 再去食堂打我最爱吃的糖醋桂花鱼 然后来家里 帮我细细地挑掉每一根刺 哄着陪着求着我吃 于染好像我的再生父母 比老陈还会照顾人 沈元说 于染家有遗传病史 当时老陈突发意外 于染担心 她也会突发意外 所以买了保险 算这小子有良心 六百万呢 沈元立刻从悲怆的气氛中回过沈 换了语气开始筹划 咱们酒吧最近几年生意不好 一直在赔钱 房东又来催房租了 要是再不结房租 房东就要锁门了 这酒吧 你开了十年 你舍得关 这是于染帮我开的酒吧 余生慢慢 竟然已经十年了 回到病房 我接了盆水给于染擦身 沈元见我不答话 问 喂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六百万 六百万呢 我是挺喜欢钱 尤其是不劳而获从天而降的钱 可是老陈走的那段日子 如果不是于染 我可能也就跟着走了 所以我欠于染一条命 你跟他离婚的时候 不是挺干脆利落吗 怎么他躺平了 你又不走了 难不成是舍不得他 我才不是舍不得他 我只是可怜他 可怜他被老陈忽悠 上了科研的贼船 十年来扎根在实验室 纵然发了核心论文 得了科研奖项 成了老陈去世之后 最年轻的院长 但又有什么用呢 同龄人早都官场晋升 商场赚钱 只有他是个一贫如洗的大学教授 如果于染没有上老陈的贼船 没有独博 更没有娶老陈的女儿 他可能也不会躺在这里 是要离婚的 但不是现在 我把过躁的沈缘赶走了 一个人陪着于染 我曾经问过于染 为什么明知我不喜欢他 还对我这么好 他说 因为陈老师让我照顾你 所以于染自始至终 都没有喜欢过我吧 他只喜欢他的白月光 即渺渺当初之所以离开于染 就是不想过清贫的日子 如今又愿意回头 大概是离婚分了不少财产 可饱后半生无忧 也算一往情深 趋陷救国 如果不是于染生病了 他们俩就要有情人中成眷属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边帮于染翻身 边说 等你醒来 我们就去离婚 成全你们 可是你也得醒过来才行 你之所以一直拖着不肯治疗 是担心手术失败吗 可是如今 你是想一直这么躺着 还是去搏那百分之二十的可能 于染呼吸平稳 没有回答我 沈元天天给我打电话 每次打电话都要念叨 说我整天伺候一个植物人 是白费力气 把酒吧扔给他一个人管理 他要累死了 沈元见不得我天天给于染翻身 擦身 喂食 料理 沈元问我 干嘛不请个护工 我说请护工要花钱 沈元把白眼翻到了天上 但凡我把花在于染身上的心思 花在酒吧经营上 赚的钱可比请护工的多多了 况且 我和于染都踏进民政局大门了 就差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了 沈元骂我是脑子有病 才去照顾她 我倒是想把于染交给金淼淼 可惜她来了两次之后 就再也没来过了 什么郎才女貌 情比金奸 都抵不过世俗利益 金淼淼当初能快刀斩乱麻 离开于染 如今更能快速回撤 放弃这根回头草 我看了眼床上的于染 揉了揉眉心 可见你喜欢的金淼淼 并不是什么善良人 护士又来找我了 递给我新一期的缴费单 于染是个碎钞机 她花我这么多钱 她要是不醒来 我这钱就打了水漂了 我走出病房 打了客服电话 我问我的信用卡额度 还可以再提高一些吗 被对方拒绝了 我已经刷爆了四张信用卡 而且都做了分期还款申请 于染再不行的话 我得去做水滴筹了 我问沈元水滴筹 是不是先得好友认证 沈元一副你疯了的表情 仿佛说 我绝不会帮你认证 看你有几个钱 去填这个无底洞 我说 那你借我吧 我还没说完 沈元就说 没钱 一分没有 尤其是给渣男看病的钱 就算有钱拿去喂狗 也不借你 我是亲闺蜜 我得阻止你发疯 于是我去找了金淼淼 约在她家附近的咖啡厅 我默默点开中介 她住的小区最小户型200平米 单价十万起 金淼淼穿着最新款的石尿春装 带限量版的首饰 每一个细节都在说老娘很有钱 于是我开门见山 云染的手术费五十万 金淼淼像看傻子一样 看我 你不是喜欢她吗 等她醒来 我立刻去办离婚手续 金淼淼笑了 仿佛是讥笑我 小瞧了她的智商 除非她疯了 才会去捡这个只剩半条命的男人 可是不都说真爱无价吗 要不然 这句话是骗人的 要不然 金淼淼对于染的感情是纸糊的 十年前是纸糊的 十年后更是纸糊的 我竟有点同情于染 反正我也只是来碰碰运气 看来金淼淼并不想费力闻醒沉睡的王子 看来你也并没有那么喜欢她 既然这样 就不该霍霍别人家庭 我真想替金淼淼的爸妈 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毫无道德操守的女人 当我只是起身离开 金淼淼突然苦笑 她生日那天没有回家 确实和我在一起 你一直以为我们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是她拒绝了我 离开时她昏倒了 我带她去了医院 她醒来让我不要告诉你 她其实在医院躺了一晚上 于染一直怪我当年放弃了科研 我明明只是想和她有更好的生活 你以为她真的喜欢你吗 你以为你赢了吗 呵呵 只是因为你是陈老师的女儿 她不喜欢任何人 她和陈老师一样 她这种人 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的爱 我茫然地回到家 来到老陈的书房 过去十年 这间书房成为了余染的书房 我始终不敢再踏进半步 生怕一进来 就会被回忆和愧疚所吞噬 如今我恍惚地走进书房 坐在老陈的椅子上 想象着老陈生前在这里服按工作的样子 我把玩着桌面上的台灯 按灭了 按亮了 按灭了 按亮了 我不知道当年我妈躺在病床上 老陈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妈是生病去世的 发现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医生甚至没有开药 更没有提手术 只说回家休养吧 那段时间 我妈总说肚子疼 可她总是一直忍 说没有事 没有大碍 直到某天我放学回家 看到妈蜷缩在地上捂着肚子 痘大的汗低从额头上滑下 我慌乱地叫了120 我才知道妈生病了 癌症晚期 那个时候老陈有幸 被抽调到西部的某个山疙瘩的秘密基地 参与秘密的研发任务 那个至今没有被老陈提到名字的项目 是她一辈子的荣光 我哭着给老陈打电话 从发现病情到去世 才三个月的时间 我把这一切都怪罪于老陈 妈就是担心影响老陈工作 才一直忍着 妈在的时候 老陈过得很顺遂 他只需要一门心思铺在科研上 反正衣服会自己变干净 碗里会自动长出饭 家里永远一尘不染 连牙膏都会主动躺在牙刷上 老陈说要给妈买大房子 要带妈去旅行 要让妈做最幸福的女人 老陈全都食言了 妈去世的时候 我恨死了老陈 如果他肯分一点点心思给妈 妈的病就不会拖到药食无救 我趴在书桌上 翻着老陈和于染 共同的手稿 然后发现 里面加着一封信 审员知道我同意手术后 开心地上蹿下跳 手术只有20%的成功率 只要于染在手术台上没下来 那我就可以稳稳拿到600万 之前的贷款也可以还清了 酒吧还可以继续开下去 说不定我还有余钱 再去圈养一个小白脸 我在手术室外面来回踱步 审员比我还紧张 他主要担心那600万落空 为了分散注意力 他问我 你之前不是一直反对手术吗 怎么想通了 因为我猜于染不甘心 一辈子躺在那里 于染和老陈一样 都是心怀野心的人 我一度以为妈去世之后 老陈会一蹶不振 但我没想到 老陈处理完妈的丧事 把我送到寄宿学校 转身就又回了山疙瘩里 继续执行神秘任务 真不愧是没有感情的科研机器 我以为被老陈看上的人 只会更加冷漠 老陈刚去世的时候 我时常恍惚 看着雨染的身影 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老陈 我害怕命运的轮回 我害怕活成我妈的样子 然而 雨染从来没有因为科研而冷落我 她每天深夜去酒吧接我下班 陪我回家 哄我入睡 然后在深夜重踢着露水去实验室 她像24小时不睡觉的涌动机 她说天才不会累 直到有一次我们吃着饭 她端着碗竟然打起了憨 那一刻 我开始心疼 再也舍不得让她去接我 雨染十年如一日地平衡着工作和生活 一如当初坐在酒吧里写论文的青年 她从未亏欠我 她只是掏空了她自己的身体 一个月前 嫦娥五号成功发射 雨染像个孩子一样 抱着我在家里转圈圈 她说项目要保密 她是特聘的科研人员 什么都不能说 她确实什么都没说 只是她深深输了口气 说还好来得及 终于完成了陈老师生前的愿望 竟然真的实现了上天揽月 所以雨染在明知自己生病的情况下 主动放弃治疗 选择合时间赛跑 她真是个疯子 比老陈还要疯 用沈元的话说 手术进行得真不顺利 一个眼看该死的人 怎么愣是就回来了 现代医学怎么回事 有的时候想让她救人 她偏偏救不了 有的时候 不想让她救人 偏偏救救了 沈元说 花在雨染身上的钱 她一个清廷教授 不吃不喝 也得攒个十来年 沈元不喜欢雨染 因为她怕雨染变成第二个老陈 我说不会的 老陈就是个科研机器 一辈子没爱过人 雨染心里有爱的人 手术后 雨染醒了 安静地像个温顺 又故意讨人欢心的孩子 我才不会被她苍白的微笑收买 她的手指努力动了动 试图去拉我的手 她的眼角有晶莹的液体慢慢溢出 她说 我们离婚吧 我讽刺着 这么着急去找金淼淼吗 她眼里的光忽明忽暗 想解释但又不开口 痴迷地看着我 像足了第一次 我假装吻她 却被她套路 医生说 虽然你的脑瘤体太大 而且位置不好 但好在是良性 而且手术已经切干净了 以后你又是个正常人了 连医生都觉得 手术成功地像个奇迹 仿佛生病是因为天度英才 痊愈是因为苍天有爱不忍加害 她的表情立刻明媚起来 慢慢 趁她身体虚弱 刚叫完我的名字 我就开口堵住她的嘴 我现在就推你去民政局 立刻马上去离婚 谁不离 谁是孙子 不 我不离 于染着急地说着 想喊 但刚做完手术 没力气 只能软塌塌躺在床上 瞪着眼睛 干着急 我从包里拿出一封信 扔在她的病床上 你可真能耐 结婚十年 都没给我写过情书 一写 就是遗书 至无爱妻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应该已经不在了 对不起 骗了你 我也想和你过漫漫余生 可是我的身体不行了 身无常物 没什么能留给你 沈缘那里有一笔保险金 希望让你了以未见 早在你主动接近我之前 我就知道你了 知道你喜欢吃甜 不敢吃辣 知道你贪凉 却总肚子疼 知道你酷爱酒吧 因为你喜欢逃避 知道你唯一的梦想 是开个自己的酒吧 当个任性自在的老板娘 这些都是陈老师告诉我的 陈老师说 她有两个宝贝 一个是科研 一个是你 早在你认识我之前 陈老师就对我进行了十八番考验 然后语重心长 要把两个宝贝都托付给我 陈老师知道你和她有心结 于是拜托我 当你的兄长 当你的哥哥 当你的朋友 帮助你 照顾你 早在你观察我之前 我就在观察你 我羡慕你胸无大志 羡慕你及时行乐 羡慕你随遇而安 羡慕你轻松自在 羡慕你自降维度 安逸地做个小废物 你看起来快乐 其实最怕孤独 我想要驱散你的孤独 淼淼是我的学术伙伴 我利用它 让你误会 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狠下心离开你 我和你离婚 是不想拖累你 每次办手续都出状况 是舍不得你 对不起今生没有好好照顾你 如果有来世 我也想做个懒散废柴 和你日日私混 如果羡慕不是躺在病床上 我真想敲爆她的头 难道在她眼里 我就是个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恶毒原配吗 不过如今也不用我敲 反正医生已经敲开了她的脑袋 羡慕露出一个天真无邪 人畜无害的笑容 我说 我真后悔就你了 赔我六百万 于染竭力去拉我的手 讨好的问 把我赔给你 够不够 那当然不够 我总算看清了 于染是个赔钱货 但是我认了 谁让她说对了 我最怕孤独 而她 也只有她 让我觉得 此生不再孤独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和订阅